大家好,我是宣運氣,歡迎收看三分鐘視頻 今天點題是科技巨頭技術位 談談港股情況,港股相當牛皮 跌了一下,升了一下,全日高低點 差100點,相距很少 最後全日升40點,收26954點,成交757億 跟昨天比差差一段 今天市做好跟地鐵有關 地鐵今天升了3.8%,加上部分科技股做好,推動向上 只不過,日脈股,中國生物製藥,今天跌得比較多 業績一般的,跌成4.6%,令市場升幅不能擴大 而且盤中一度倒跌,都是有關的 整個市的形勢,今天市場就沒什麼上落 全日100點多一點,成交就打回形形 原形就是在阿里巴巴上市,以及昨天 昨天阿里巴巴上市,以及MSCI貴度檢討 成交衝上13億,但今天這兩個因素就沒有了 今天港股的成交馬上回落,回到757億 其中100億是來自阿里巴巴的 如果沒有阿里巴巴,就更少,完全全打回原形 成交這麼少,波幅這麼小,指示顯示市場沒什麼特別的方向 原因呢可能跟很多因素仍然懸而未決 不知道今年發展有關,有些因素是時好時談 昨天節目也提及過了一些,現在可能兩件事 讓市場懸而未決,一方面,期至結算完明天,最後一天 結算前,大家可能覺得現在的水平差不多了 沒有特別動手,令律師沒有特別動手 這是第一個因素,第二個因素就是中美貿易談判 好像現在說著說著,越說越像樣子 雖然上星期尾段不是這樣的形勢,不是這樣的氣氛 但是現在說著說著越像樣子 今天特朗普又再度說,已經去到最後階段,即首階段的談判 到最後階段,應該可以OK的了 整個形勢令大家覺得好像都OK,應該是可以的 但是畢竟吸取了年多以來中美貿易談判的經驗 未到最後一刻,但也不敢確認是否真的可以談得到 剛才也提過了,上禮拜已經又好,又淡又好,又淡又好,不斷地轉來轉來反覆覆 所以現在可能都等到最後真的談得到,才這樣下注 在這個情況之下,整個市場可以說這樣說,沒什麼看頭 明天來說,可能大部分時間沒什麼看頭 直至結算價大致敲定,才能出現方向 所以現在市場的焦點就下了個別股份方面 個別股份有小股,暴跌的股份 亦有剛才提過,地鐵今天升的原因 有大巷唱好的股份,地鐵今天比大巷唱好 以至823都比大巷唱好,地鐵比高城唱好 823領戰比大摩唱好,這兩個股份都有表現的 其中地鐵就比較厲害,今天看到升穿了50天線 以至7月以來的下降季都穿了,都是市場的焦點所在 因為焦點下了個別股,這些有大巷唱的焦點 另外要提一提的是科技巨頭的股份 即是法溫點成是幾個字 科技巨頭技術位的原因就是,幾個科技股 今天都繼續成為市場的關注所在,原因是 剛才提過,阿里巴巴新上市 今天還有一百億成交 顯然資金仍然在追逐科技股 科技股追逐的情況下,連美團之前都很厲害抽 曾經成為紅底股,然後回落 今天再衝上去,終於舒舒服服站在一百元之上 之前一百元在邊咬,現在一百元 今天收到一百零,四個二,升三個四 也是焦點所在的 另一隻,騰訊,也是大家很關注的 因為他跟阿里巴巴都是古王之爭 阿里巴巴之前就是古王,阿里巴巴上來之後 就被阿里巴巴將王位取而代之,就沒得做古王了 大家更加關注,就是資金 買科技股資金會不會因而轉了,分流了 由部份騰訊,逐一轉了阿里巴巴 所以這幾隻科技股,都今天成為市場的焦點 這三隻科技股,所謂新科技巨頭 都講一下技術位給大家參考一下 先講阿里巴巴,阿里巴巴技術位是什麼 看圖一看就知道,就看不到什麼技術位 因為新上市的成交紀錄實在太少了 看日線圖就很難看到什麼端泥出來 只可以講一下五分鐘圖 不過五分鐘圖,這個圖表提供不到大家想像一下 描述給大家聽,再憑你自己的議會 然後就看看技術位在哪裡 看五分鐘圖,阿里巴巴今天形成一個 每次完成的小圓頂的態勢 小圓頂,重要支持在哪裡呢,就是192.8 那是今天的早段做出來的 做出來之後再試195元 然後美市再下來試193.1 換言之,192.8和193.1 就好像形成一條圓頂頂頂線 圓頂頂頂,聽到頂就知道 這個不是太理想的走勢 所以大家留意著,圓頂頂線 以至圓頂的低位就是192.8 會不會失手 如果失手就形成了 形成這個圓頂大概3元左右 要回到190元之下 這個就是阿里巴巴的情況 當然,如果昨天本來的勢好像都是 那位是牛皮的,但只是大肌肉 抽穿了,就要阻力,就要阻力 所以現在的關鍵 能不能夠守住192.8的同時 亦都是195.3的高位 能不能夠抽穿 一抽穿圓頂的頂部 圓頂就不成圓頂 所以大家留意著,這就是阿里巴巴的形勢 轉美團就好些了 因為上市一段時間,圖就清楚很多 其實看到了,紅色這條線就是上升軌 其實一直沿著軌上升 上升的趨勢就很明顯了 今天再穿之前的高位 今天做歷史新高,104.2 換言之,看圖表來說 你暫時看不到,它阻力在哪裏 因為一直在做新高 在圖表來計算,就沒有什麼阻力了 你只可以計算上升目標,諸如此類 但是阻力位就不見有了 看著支持位是否會失手 與失手就變成聲勢逆轉 這樣來判斷,支持位是哪裏呢 看到兩個箭咀,綠色箭咀指著 這就是之前兩次試過,是90元左右 準確一點,90元08毫 準確一點,可以當作小箱底的支持位 以至呢,這個上升軌 在這裏大概是90元 以至,無巧不成說 50天線也是90元左右 所以90元是一個美團的重要支持位 大家留意著 阻力位就剛才說了 暫時這個圖就看不到阻力位 第三隻巨頭不能不提騰訊 騰訊走勢弱了一點,很明顯 之前穿了密閘頂 一度就令人從然希望 因為緊著禮手就穿了一百天線 誰知道,好景不常 穿了穿之後就反過來 一百天線,得而伏失 以至呢,前浪頂也都失了 換言之呢,騰訊走勢弱了 那弱之餘的重要支持在哪裏呢 就是這個紅色箭咀指著 就是328元左右,前浪底支持 如果穿了就準確走勢 守得住就叫做 還可以慢慢慢慢再次考驗 之前的高位就是這個 大家留意著 這些技術位就幫大家判斷3個巨頭 未來的走勢了 好了,時間關係的分析就大致這麽多 多謝大家